HELLO 大家好, 我是酷騎 繼續選秀日 11月19號沒有多少天了 然而在選秀日前兩天,教育市場就會搶先啟動 一年一度的NBA大幻隊時刻又要來臨 而勇士今年雖然墊底 但似乎他們也沒有打算缺席這場年度盛視 好啦,那先來更新一下上一集所聊到的事情 我在上一集提到 我認為勇士會積極使用教育特例 但是在联盟公布了团队薪资上线确定维持后 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因为目前勇士的团队薪资呈现大爆炸的状态 原班人马的团队薪资就来到了1亿4889万 如果什么都不做单纯旋径绑眼新人 团队薪资就来到了1亿5760万 重计要交出6375万美元的奢侈税 如果再动用了1720万的交易特例 团队薪资就会来到爆棚的1亿7480万 奢侈税就是1.47亿美金 OK 这种税额出现在任何老板面前 都会让人倒抽一口气 值得庆幸的是近日NBA官方和各队讨论出来 各队缴的奢侈税额会因为BRA 也就是联盟的收入下滑而折扣 如果勇士不用1720万交易特例 只用榜眼签的话 奢侈税就会被减免到约4200万美金 如果用了交易特例 原本1亿4000万的奢侈税就会被减免到差不多1亿 虽然还是夸张的多啦 但多少还是减轻了一些负担 这个税额减免算是在鼓励 激发只有球员市场 不过勇士是否真的有用交易特例的必要 就得看看这个球员是否合适 而且有让Lagber多付6000万美金的价值了 不过以现阶段来看啊 这个交易特例可能会去拆分用在榜眼签的交易包裹上 应该是不会去单花一个1700万合员的几占力球员了 说到榜眼签的交易 ESPN记者表示 勇士目前已经收到不少关于榜眼的报价 只不过算未出现勇士满意的 接着立马就来聊聊 最近产生了很多勇士交易rumor的可能性 以及真的交易之后的发展 首先第一笔是我挺希望成功的交易啦 那就是用榜眼签跟公牛换到第四顺位签跟 Wendell Carter Jr. 这笔交易怎么看都是对勇士来说文赚不赔啦 因为勇士没有飞流榜眼签的必要 4号签选到Avdia跟Versel等出色彻翼 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然而随着WCJ的到来 勇士阵容灵活性会大幅的增加 他的高球商传导能力和防守能力都能帮助到勇士很多 而这笔看似很香的交易到底会不会成功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WCJ和Markunen明显不适合 公牛二选一的意图很明显 而这个人选87%会是WCJ 因为他的使用说明书难易度比Markunen难很多 再加上Markunen已经有展现一些明星特质了 WCJ距离明星还是有点遥远 但他今年才20岁 在市场上仍旧有不小的交易价值 所以我认为勇士想要拿走WCJ 就要赔上Runny甚至其他筹码的心理准备 毕竟公牛的WCJ是正宗唯一有嫌犯能力的中锋 而这个rumors主要是来自于 公牛想要拿Ramelo Ball这个传言 而有建议的黄蜂很可能会向上跟灰浪交易 用壮业签选进Wiseman 所以公牛想要Ball向上交易到榜眼前是最保险的情况 但前提是公牛在自由权人市场捡不到空位 或者是在别队那边盘不到空位 我认为他们才会去选风险比较大的Ball 公牛先这段团队的薪资还没有满 而且手上有不少有交易价值的小将再加上4号签 所以公牛是有能力交易来已经打出身价 而且有惊艳的一级空球后卫 例如最近吵吹蜜的Westbrook 所以真的盘到的话 公牛应该就不会考虑要向上交易了 那就只好祝福公牛盘不到了 接下来是用榜眼前跟Wiggins和马斯换到 Ardrych跟第11顺位签 这笔rumors应该是近期话题性最高的 因为牵扯到两名明星基球员 但是坦白说Ardrych对勇士的贡献并没有Wiggins那么全面 如果勇士真的想促成这笔交易的最大原因 那就是省钱 因为Wiggins未来还有三年9000多万的合约摆在那边 但是Ardrych只剩下一年2400万 相对来说负担小了很多很多 但是先不谈马斯愿不愿意这样换 我个人是不太希望 一方面是Ardrych年纪偏大横以慢 如果关键时刻要上吴晓是绝对摆不上去的 他的中距离确实能帮勇士带稳定的得分能量 但是考量到整体战术体系 确实没有Wiggins来得适合 二来是勇士现在明显想要再冲冠 全方一彻翼的Wiggins存在就显得很重要 再者第11顺位签就有点太后面了 Bassail Harupten Okoro很可能都没得选 讲到这边我再稍微提一下 虽然Wiggins合约很大条 但如果勇士这么轻易就把年轻拥有天赋的Wiggins清掉 那这一年来勇士到底在瞎忙什么 当初就直接让KD离开不就好了 何必硬要盘来Draw 然后再换来Wiggins 这一连串的交易就代表着勇士还有拼贯的意图 所以我不认为勇士会这么轻易把Wiggins放掉 尤其是在一场都没跟浪花兄弟搭过的情况下 话说回来马斯也可能不要 毕竟Wiggins还没证明自己不在养生之前 他的合约确实是个烫手三欲 接下来是用榜眼签跟尼克换第八号签 加两枚小牛手轮签 听闻尼克要向上交易 对方都会开出RJ Berritz和Mitchell Robinson 我想勇士对于上述二位也是垂涎三尺啦 但尼克有说过 Berritz非卖品R Robinson也不会那么容易送出 然而在这两人之外 最有价值的就是被养坏的DSJ和Nax 原先被誉为天赋极高的Nax 在尼克两个球季好的没学到 坏的倒是学了不少 第二年球季更是被Rindle还有Berritz 取代了不少上场时间 导致逐渐边缘化 他的防守观念是比较差的 但是到尼克后似乎更差了 是说让体系比较严谨的勇士来修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修好了啦 但是绝对需要一点时间 倘若交易真的成功了 抱歉选进Vassil或是Okoro 再加上换回来的Nax和原本的Wiggins 勇士的彻翼战力就很成熟 而且有天赋了 虽然外界对于Nax调回正轨的可能性抱持着怀疑 但我认为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有加上两枚的小牛手轮签 那当然是很值得啊 不过如果勇士能盘到Romison 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听说自古以来绝对不会缺席抢人大战 但却又从没抢到过的尼克 对于百家争抢的Westbrook非常有兴趣 换句话说 尼克和公牛都一样 如果有抢到比Lamelo Ball更好的空位 像是Westbrook这种急载力的明星球员 他们就没有向上交易的必要了 再来是Dreamon Green跟Kevin Love互换 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啊 已经难得去查了 也不是说这个消息很假 而是觉得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 Love跟Green的功能和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Love在勇士队的定位会跟Archurch很像 速度太慢的延伸4号在勇士队战术定位并不高 所以不明白把Love换来的用意在哪里 而且他的合约比Green还要大条啊 更别说还签到了2023年 这笔教育成功的几率可以说是低到不能再低了 后续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教育传言啊 像是活塞要用7号键加Kenrod的 还有受保护的2021首轮签要来换榜眼签 或是太阳要用10号签加Kenrod的Uberlade 来换榜眼 我是觉得都还不差啦 但是活塞那一包没有特别能力提升勇士队的战力 勇士可能不会要 至于太阳Uberlade是个不错的球员 加入勇士也能提升团队战力 不过他只剩下一年的合约 代表使用期限只有一年 勇士这新制状况明年也是留不住人家的 所以我是觉得除了这两个是有更好的选择啦 好啦那接下来更新一下我对勇士在榜眼前该选谁的想法 那三个眼睛说要烂掉哦 优缺点应该大家都很了解 不了解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复习一下 只不过听说Edwards视讯状态不太好 尤其是在投篮姿势和稳定度上 让许多球队稍稍失望了 然而阿夫迪亚的视讯状态非常出色 不少前顺位的球队都留下很棒的印象 我不确定是不是各队在丢烟雾弹啊 但真实性应该不低 有鉴于此勇士选Edwards的几率是较低的 反而阿夫迪亚的机会又再度上升了一些 因为勇士现在阵容严重缺乏有传球视野 球场解读的球员 这个问题甚至比勇士禁区薄弱还要严重啊 反正与这种时期禁区就烂啊 对啊就是烂 但是有传球视野和球场解读的可是人才积极啊 对于需要大量跑位大量传导 还有大量战术建立出来的勇士队 阿夫迪亚这类型的球员就显得相当适合啊 虽然他的天赋和明星特质不如其他三个人 但他是本阶最全方位的侧翼 防守强度虽然不比Versail和Okoro 但是进攻技巧和传导视野上都好很多 原本以为他的伸手在美国会受到考验 不过视讯过程顺利的话问题应该就不大了 所以我现在的说问会比较倾向于 WISE MAN 接下来是阿夫迪亚接下来是Bow 最后才是Edward 至于如果勇士换到第四到第十顺位的话 该怎么选人呢 如果跟公流换成功 第四顺位就是选WISE MAN阿夫迪亚Bow Edward剩下没被选到的选下去就对了 但如果是第五顺位之后 勇士就要主攻3D侧翼了 像是Versail或Okoro 但是都没有的话 3D Bay或是高后卫Hullabenton 应该是最后的选择了 加入勇士真换的这么后面的选秀签 连上述4位都没有的 那我想勇士应该就不会去换这种顺位了吧 应该吧 如果再问我一次 直接选榜眼好 还是向下交易好 我还是觉得后顺位的球队有出优质包裹的话 勇士向下交易是最好的选择啦 因为本届新秀数值差异不大 就要看球队舰队方向而定 公流尼克都有不少有天赋成为明星的年轻小将 聪明又狡猾的Miles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 勇士选人偶尔会会看周园 但是在筹码教育的寒假上还是相当有水准的 闷了一年的勇士队 需要一些劲爆的东西啊 什么都好 来点什么东西吧 Miles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说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点订阅 还有喜欢 拜拜